你有尝试过自己一人走夜路吗 在漆黑的夜晚 自己独自一人 走在只有几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下 而那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呢 会不会觉得在哪个黑暗的角落里 有人一直在盯着你呢 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那就要提及到人体的第六感 有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比如陌生的地方 熟悉的景色 好像在哪见过 或者事物在发生之前 你就能预知事物演变的最终答案 还有就是走夜路 总觉得黑暗中或者背后有人在跟着自己 这等等的等等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人体可能确实存在第六感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如何正确的使用它 所以第六感才会实灵实不灵 那可能有人会说 走夜路觉得有人跟着自己 那完全是错觉 真的是错觉吗 如果说跟着你的东西 你根本就看不到的话 你还会这么说吗 欢迎来到飞红禁地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五个会让你惊魂不定的恐怖灵异影片 五夜将至 你准备好了吗 第五个 西班牙零一探眼家发表 在2021年6月14日 受到观众的邀请 来到了一间极其诡异的破旧农场内 传闻中 这里曾经居住着一对夫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对夫妻暴毙在了家中 他们的尸体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 虽然当地的政府正在挂牌销售他们的房子 但经过这件事后 这个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来居住 而在当地人的口中 我们得知这个地方居住着一个恐怖的幽灵 是他害死了这对夫妻 发表在得知 这里的幽灵可能不太友善之后 特意做了一些准备 他带着被祝福过的念珠来到了这里 发表拿着手电往屋子里照了照 因为年代久远 墙皮都已经脱落了不少 还有一只蝙蝠 从镜头前飞过 他打算先从这间屋子开始探索 可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这间屋子的门不是被砖土封上了 或者就是根本打不开 那只能另寻他路了 发表继续深入 他在墙面上发现了一个十字 可让他奇怪的是 这个十字上面好像少了一笔 他打算上前仔细地看一看 这也显然是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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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吗 你好 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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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幽灵吗 难道他一直在那个位置 盯着他们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刚刚那轻轻的乌声 又是什么呢 这让发表一头雾水 只能拿着灵体探测器 继续寻找着踪迹 可在寻找的途中 那乌声又一次的出现了 根本摸不清 这是什么意思的发表 只能继续深入 一滴水从屋顶落下 刚好落在了屋子的窗户前面 这让发表产生了疑问 那边屋子的窗户 可没用砖 这么挡着啊 为什么 这间屋子的窗户 就要挡住呢 而就在发表调查的时候 让人寒毛直立的一幕 出现了 摄像师快人一步的跟了过去 外面什么都没有 那门是怎么关上的呢 发表拿出了刚才的发现 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头像 他们分析 这可能是某个女巫组织的图腾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分析 所以就先收起来了 拿着他的灵体探测器继续探索 就在发表侦测信号的时候 摄像机上面一个可疑的身影 吸引了摄像师的注意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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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幽灵吗 难道刚刚房门的关闭 也是他做的吗 而且他鬼鬼祟祟的 在这偷看 是要做什么呢 发表他们一直在寻找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会不会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呢 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想 让你们看到呢 这一阵恐怖的声音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恶魔的低语呢 难道这是某种警告吗 发表顺着声音的方向寻找着 可他一个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看起来是膝盖受了伤 我想这一定很痛 可探索还是要继续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内 他要开始今晚最重要的仪式 这是一种保护仪式 可以让他们和幽灵沟通时 不被幽灵伤害 摄像师这边也架好了摄像机 给到了刚才出现幽灵的位置 而幽灵还会在这出现吗 发表已经开始了和幽灵的沟通 而在沟通的过程中 那恶魔般的低语又出现了两次 而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和幽灵的沟通也非常的不顺利 幽灵好像很不愿意配合他 发表问了很多问题 幽灵并没有一一的回答 发表还想再问一些问题 可那边却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再见 没有办法的发表一行 只好带着疑惑离开这里 虽然他们今天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可也不算无功而返 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头像吗 发表发现这个头像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眼睛 头像的眼睛是闭合的 而且从外观来看 她的眼睛好像是被缝了起来 他们打算带回去 好好地研究一下 嗨 大家好 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给予的支持 真的谢谢你们 我也知道我的影片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非常喜欢你们给我提的意见 让我有更多的提升的空间 我想这个频道就是慢慢来吧 会越来越好的 归言结底就是一句话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也希望这是一个大家喜欢的频道 第四个 意大利超自然现象调查组PED在2021年6月2日上传了他们最新的超自然调查结果 事情是这样的 在几天之前 一位村民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一些很像是绵羊的叫声 好奇心的驱使想让他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顺着声音的方向寻找就来到了这座城堡的面前 而后他发现确实是一些绵羊被关在了城堡里 而这座城堡已经荒废了很久很久 绵羊是怎么进去的 是被谁关起来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让这位村民一下提高了警惕 他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到来把这些绵羊放生 而后又在城堡里进行了搜索 他们在城堡里发现了许多刀具和黑色的巫师袍 还有黑魔法的器皿等等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 这座城堡正在秘密地进行着某种暗黑的仪式 而后警察又在附近村民口中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有好几个村民声称 在几年之前都看见过一个黑色的影子 在这座城堡里来回的徘徊 只是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也没跟人提起过这件事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堡的诡异 而超赞现象调查组在得知了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想调查一下事情的真伪 在跟警察沟通交涉后 被允许可以在晚上调查这里 而他们在这个无眠的夜晚会有什么精彩的发现呢 在他们刚进入这座城堡以后 城堡里很安静 除了他们几人发出的声音之外 听不到任何诡异的声音 这让Debra觉得这里会不会什么都没有呢 所谓的黑影是不是那些村民的谣言呢 我们今晚可能不会有任何收获 而Paulo并不这么认为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里一定存在着什么神秘的东西 接着他对空气说到 我们并不怕你 就算这里出现任何状况 我们也不会怕 希望你有这样的觉悟 如果听到了我刚才的话 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吗 任何提示都可以 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就可以了 刚才的声音像不像脚步声的 这样对他做异常的兴奋 他们期待着接下来的遭遇 等待了许久 这里一切正常 没有丝毫的变化 看来只能继续探索了 他们踏着楼梯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着 可Debra手中的灵体探测器 却有了强烈的反应 难道越来越靠近了吗 而这也打破了Debra说 这里什么都没有的幻想 看来这里一定存在着 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他们在楼上展开了调查 房间 阳台 墙壁 天花板 几乎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之前的都是错觉吗 Debra开始向众人表述自己的看法 Polo眼急手快地冲了过去 可是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房间刚才他们明明去过 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地方引起他们的注意 那只能说明这里的存在 他们根本就看不到 而且在Polo他们几人 探讨着刚才情况的时候 恐怖的一幕再一次的出现了 除了Polo外 剩下的几人都开始有些恐惧了 他们想放弃探索 Polo尝试劝导他们 可是这样的情况 心情是很难平复下来的 Polo国企用气独自一人继续地探索 而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在等待着Polo呢 Polo尝试劝导他们 Polo是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而他是不小心失足滚下来的 还是被某种不可描述的力量 给推下来的呢 你来决定吧 对了 其实Polo的相机 在最后拍到了什么 让我们慢放来看一下 晚饭过后 这位父亲带着孩子出门散步 他拿着手机准备拍下 这父子相爱的一幕 孩子那天真的笑容 可以温暖人心 不是吗 可就在这时 父亲发现 手机的画面里 出现了很不和谐的东西 他没有声张 也没有慌暖 因为他知道 那样可能会更糟糕 所以他装作是拍摄自己 实则是拍摄另外的地方 这才记录下了 刚刚的诡异画面 而你发现了吗 那个幽灵在经过路灯的时候 路灯闪烁了几下 就熄灭了 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 这是一间学校监控拍摄下来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手推车自己移动了起来 而更为诡异的是 手推车在进入另一条走廊的时候 竟然是拐弯过去的 而学校的管理者认为 手推车本身的重量 加上上面物品的重量 如果使用很细的绳子去拉的话 基本不会有任何效果 而且还特意检查了前后的录像 这个位置没有人经过 也没人逗脸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地面倾斜的原因呢 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很低 而且就算是地面倾斜 那手推车拐弯也很难解释 你说呢 第一个 这家火热的饭店 每天都会聚集非常多的客人 今天刚好是后厨进货的日子 摆放好货物后 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 可没过多久 一声巨响 又把众人拉了回来 是冷库里传来的 难道是不小心把同事锁在了里面吗 那就太可怕了 冷库里除了货物 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 那刚才的敲打声 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冷库的门 是怎么打开的呢 又或者 这会不会是什么物理现象呢 只是我们不太了解 如果有人了解的话 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看 超赞恐怖灵异的神秘视频 欢迎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视频了 好吧 黎明将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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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